四台赛车快速过弯 结果为了抢到两台车互相碰撞 一台车卡在护栏 后面又撞上来一台车 这是周末在澳门所举行的大赛车 现场意外不断 港新郭富城也有参加 郭富城驾驶的是88号赛车 从他的视角来看 刚开始开的还算平和 但是到了第五圈开始加速 意外就发生了 红色赛车就是郭富城的车 他撞到立名香港车手 对方直接冲撞护栏车头全毁 郭富城的车闪过之后 还有动力往前开 但是后来损坏实在太严重 郭富城也只好退赛 郭富城每次参加比赛 都会造成轰动 满满的围观人潮 就可以看出郭富城的人气 郭富城爱车诚吃 车库里全是名贵超跑 家里还有赛车电玩和模拟器 没事就会在家 勤加练习 在1997年开始在珠海 就参加真正的车车训练 我记得我18岁已经 一拿到成人身份证就立即学车牌 郭富城还曾经把他的超跑 搬到演唱会上 可见他疯狂的程度 这一次赛车出意外 经纪人回应 郭富城并无大碍 反而是非常兴奋 郭富城说赛车难免会有碰撞 参加比赛就是开心 下次比赛 再来拼完赛 东学院的中心在台北报道 再来